地外文明与地上的神学,双方同时存在,是否是悖论? 这是我们今天聊的话题。 2024年,一位地球人与外星人接触的故事在网络出现。 这是一位来自安徽农村名叫张祥前的男子出现在了大众视野。 我也第一时间在网络上买了他的书,因为大陆没有卖的,所以买到的是印刷版。 整个故事读起来很有意思。 果壳星球的奇遇内容,是我们普通人的脑子开了天窗都很难想到的。 关于文明这个词的理解,我也有了新的思考角度和认知。 我思考那些高等的地外生命文明,与我们地球上的神学是否有交叠? 彼此是否完全独立并行,互相之间是否是可以同时存在的? 人类的文明如果从千年文明发展成万年文明,一年文明的时候, 假如可以实现肉体的随时更换,灵魂可以永存,记忆可以复制。 那么灵魂永存的这批人,是如何被筛选出来的? 靠音德?靠灵性?靠灵魂的出处?还是靠文明进步后的技术? 你看这本书会觉得地外高级文明和地球神学似乎是不同的体系。 但如果完全没有联系,那千年文明中,通过修行白日飞升的人就可以解释得通,说明这种现象是存在的。 修行人践行的修行之道,是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实现的。 如果按照张先生的书中所说,我们古代出现的那些圣贤大德了不起的神人, 是另一个星球直接投位到地球上,目的是为了引导地球文明进程而发展的。 那中国上下几千年的宗教传承,突然就变得可笑了。 人类成神的先决条件,是需要你的灵魂出处来自于另一个高级文明的星球。 那地球的人类灵魂,该如何努力才能打破自身的出处呢?